朋友们大家好,我是李鸿宽,今天是6月28号星期四,非常酷热干燥的一天啊,典型的华盛顿DC周围的一个夏天,非常干燥酷热。 梁爽啊,我在一个这个群里啊,讨论郭文贵和盘古大官的奥秘,讲到了郭文贵的钱,我给大家转录几段听一听啊。 郭文贵应该是在山东申县出生的,出生还不懂事,学不到山东文化的时候就被他爹妈带到了东北吉林,什么什么磐石县嘛,什么什么红旗沟什么的。 他在那长得十来岁,等于把东北人这个口才啊,好的这个这一面学到了,然后又回到山东,念书的,在学校里也念不下去,天天泡牛,十四五岁就跟月庆之两个人私奔了,哎。 然后呢,就到河南啊,就到河南去,等于是未成年的,带着媳妇在那谋生啊,能可想而知啊,到1989年骗他老爹的朋友能骗到七千多块钱,为此被刑拘啊,判了,判三换四吧。 嗯,所以说他成年人进入社会混,是在河南人这个骗子堆里长大的,所以山东给他的DNA,他在东北学了语言,河南学了骗。 我印象当中,郭文贵曾经有一次讲到他在河南谋生之艰难,不仅带着月庆之这个未成年的新媳妇,而且带着小姨子啊,不知道是真是假啊,这个,请大家进一步核实。 郭文贵真正大奸大恶,黑恶啊,不可抵党的这个魔灵,啊,这个妖怪,妖怪,曾经的地方还是在北京,啊,在河南盖玉达的时候呢,还只是练手,真到了北京之后,他,先是找到林强,啊,这个林强是国安部的一个局长,因为工作上的事务被开除了,哎,通过朋友关系,林强认识了这个, 郭文贵,那么林强的哥叫林强,啊,林强,啊,现在还是公安口,啊,还是国安口的一个高官,啊,林强跟马剑非常好,而马剑也是山东人啊,山东老乡,啊,然后就,就跟,马剑就认识了,他就开始重金贿赂,这个蓝金黄马剑,啊,有了马剑之后,他搬到刘志华,啊,这是,在北京遗下,就是, 明阳天下,啊,北京的当官的,做生意的,都怕他,都怕他,都怕他。 其实郭文贵这个,所谓战神啊,啊,战神,就是吴才尼专政黑恶势力,啊,那些, 吴才尼专任的英权,马剑张月这两个狗日里,啊,给他保驾护航,啊,所以造就了所谓的战神,一旦马剑张月被,这个,这个,狗咬狗给干掉之后啊,啊, 啊,战神在美国,就是一个屁,啊,什么战神啊,胡说八道,啊,他就等着被遣返吧, 他造的这个,料啊,啊,就是伪造的,基本上都是假的,啊,这个,林毅夫说他是百分之一的真的, 我觉得百分之一都不套,啊,用,用这个,郭文贵说我,李洪宽,啊,什么, HPV啊,什么阴道填充物啊,全他妈是假的,我认为官贵啊,应该是百分之百的假, 啊, 光是郭文贵的钱啊,因为他是带着罪恶的,呃,很多人问我,啊,你说这个,林毅夫,你怎么看郭文贵的钱啊,啊, 郭文贵自己还吹牛逼,说林毅夫跟他要钱,放他妈的屁啊,郭文贵有本事量那个,量证据啊, 没量证据,别瞎,瞎几个吹牛逼啊,郭文贵的钱啊,他,是可以谈啊,郭文贵的钱这个话题是可以谈的, 我记得你曾经专门做过一期《红环推墙》,呃,就叫,题目就叫做《谈钱博上感情》,呃, 大起意思就是说,呃,作为一个有钱人啊,他的境界就表现得怎么花钱上, 那么这方面郭文贵是绝对不及格的啊,小学生,农民水平,呃,关于谈钱呢, 我在一个群里啊,又有高论,转给大家听听啊, 郭文贵因为他的这个钱啊,来务不挣,也是这个小子财运好啊, 因为他玩的是房地产嘛,玩了二十多年的房地产, 正正好赶上咱们国家的这个房市,呃,反复的几倍几倍的涨, 他走的都是高的高端的这个商业地产,所以呢, 啊,他只要能借到钱,啊,他借到一个亿,一转眼这一个亿就能变成十个亿, 所以郭文贵是不断的借钱,花钱,还债挪用,啊,嗯, 总之他提起来的很大的财富,但是有一个原则, 郭文贵,啊,掌握了财富之后,他的钱绝对不能干,用来干公益,干善事, 你要让他支持民运,做公益的话,绝对的一毛不拔,啊, 啊,他的钱只用来作恶,啊,比如说,这个高调的重金悬赏十万美元, 收集八大伪类的这个性侵证据,我估计到现在也没收上几个了, 哎,他舍得花钱,他舍得花钱作恶,这是郭文贵, 补充一下,郭文贵这个所谓,十万美金,重金悬赏八大伪类的性侵证据, 我了解下来,他一笔钱都没有交出去,他曾经吹牛皮说, 已经有两个女士上来了,签了约,拿到了十万美金, 到现在,我们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,啊,曾经有人猜测说, 是不是是刘刚第二个妻子,啊,曾夏敏啊,告了刘刚, 因为那个女人对刘刚有仇恨啊,想把刘刚给放倒啊, 啊,关到监狱里去啊,一看郭文贵这个妖人,啊,出十万美金, 孤立打官司,告八大伪类,那曾夏敏肯定第一个扑上去, 顿郭文贵要这十万美金,然后,啊,一转身告刘刚, 但是这个事呢,我现在,啊,还不能确认,是不是真的。 郭文贵的肯定爆料,是百分之百是假, 我完全同意你啊,洪官,他对你的侮辱和万万骂, 你没有别的选择,坚决反击,就给他骂回去, 他怎么骂你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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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给他增加十倍,百倍, 你给他骂回去啊,我坚决支持你, 你骂郭文贵什么都不过分,你怎么骂他娘,骂他,骂他什么都不过分啊, 你,你,你尽管骂我,坚决支持你。 这是张新平女士,谢谢张新平。 我得看着我像,大博士,比你还给我骂娘了, 你说这人真是多疼你啊。 上面那个叫秦的这个女士啊,说话挺顺利, 普通话也挺好听,但是讲的道理是歪理啊, 这个一高大上的姿态,讲出来的是歪理, 再给郭文贵拉偏价,比如讲啊, 郭文贵说我得了SPV,说我得了性病, 这个SPV就是长菜花的,生殖器上, 我实际上没有啊,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? 假如我告了郭文贵啊,假如说啊, 如果不告郭文贵,我就直接操他的娘, 操他他们老郭姐的所有的女人, 做个实验看看我有没有长SPV, 那么如果是上法庭, 那么我没有必要提供任何证据, 我让郭文贵出示证据, 让他出示我李文官得了HPV的证据, 如果他提出证据,就构成毁谤罪, 他要赔偿我的损失, 我可能因为这个找不到女人呢, 老郭家得给我提供女人呢, 我再活50年的话,老郭家共用呗。 郭文贵这狗日子啊, 造了我李文官很多人, 什么19项刑事犯罪啊, 事后证明是他自己偷伤, 有19项刑事犯罪, 对,中国政府因为这个给他在国际刑警组织整了第一个红色通缉令, 什么还说我什么骗了一个什么湖南女孩, 骗了人一个车, 弄了多少钱, 这全是那个大忽悠, 东北大忽悠, 那个诈骗犯照言告辞的, 直言骗语, 他知道个屁啊他, 就瞎编的呗, 这些东西你一屁咬那位死你, 你不屁咬他恶心你, 中共领导人也面临这个问题, 中共领导人比我更严重, 我只是一个普通公民, 我搞女人也好, 骗钱骗策也好, 其实都不干涉别人的事啊, 但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果被人家追究有这些问题的话, 那就有问题了, 过去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一直有这个问题, 这个叫卡提托陷阱, 这个老百姓普遍不信任, 哪怕你是个好官啊, 我昨天讲了嘛, 刘志华这人据说还不错, 能扛住这个温家宝的老婆在北京搞地, 刘志华扛住了, 其实是个好官, 哎, 那个被郭文贵马健这俩狗日子给弄到监狱里去了, 判断还挺重, 所以中国的高级领导人面临的一个现象叫跳的黄色洗不清, 又叫做塔西托陷阱, 随便你说什么, 老百姓普遍不信, 就觉得你是个坏人, 你说都是假的, 那么这种情况下, 郭文贵会出来就像疯狗一样的一咬, 那真咬中了被他, 也就是从这个方面来讲的, 很多人呢很欣赏郭文贵, 这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, 为了达到推翻共产党或者伤害共产党的目的, 郭文贵他就是个流氓无赖强奸犯, 我们也支持他, 这一度有很多人相信这个观点, 支持这个观点, 我相信随着时间的发展, 随着郭文贵真面目的暴露, 支持这个观点的人可能在下降, 人数越来越少。 同样啊, 郭文贵用在所谓爆料上, 针对这个郎七山, 孟建柱, 傅振华, 孙美金这些人的爆料上提了很多说法, 根据我的这个亲身经历, 受郭文贵诬蔑诽谤的这个亲身经历, 我脑筋击转弯, 然后回头一看郭文贵, 比如讲郎七山, 在加州多少房子啊, 几百套房子啊, 挖了地道, 全是扯淡, 那个你说这王岐山, 有没有必要站出来说一下, 我这个不是啊, 我买这房子, 郭文贵这小子胡说八道, 王岐山如果他心情好, 他愿意的话, 他可以做, 他要不愿意, 一点毛病都没有啊, 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, 那么将来如果郭文贵落到王书记的手上, 那老王就让他拿证据啊, 你怎么证明一百多套是我的啊, 那郭文贵不就傻了吗, 所以说郭文贵就是个, 如假包换的大骗子, 刘特索绝对不是孟建柱的私生子, 没有关系, 郭文贵有很多东西啊, 讲的全是假的, 但是呢, 一般吃瓜群众, 尤其是比较愚昧大众啊, 他也分不出个真假来, 他也没有到中央去, 求证的这个渠道, 那再加上咱们国家的政治啊, 历来都是黑箱作业, 因为中央领导人不是老百姓, 用选票选出来的, 没有民主机制, 所以中央领导人没有义务向老百姓交代, 到底发生了什么, 他们跟你来一个中央保密文件, 你要不服的话就抓起来, 另外也不让你讨论, 你讨论的话, 他直接给你封网封号, 这个情况呢, 是从苏联体制演变过来的, 1950年我们毛主席一声令下, 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不正言不顺, 言不顺的去揭露了朝鲜战争, 就开始跟美国作对, 跟联合国对抗, 那么把联合国的主流价值, 全排斥在外, 当成海外敌对势力在打击, 那么这个苏联枷锁, 苏联模式套在中国人身上, 就像奴隶身上的枷锁一样, 越套越紧, 就像那个手铐子一样, 没有外力, 打开这把锁的话呢, 枷锁永远在我们的身上, 所以这就是民主人士, 三四十年来的民主人士, 上下求索, 寻找推翻共产党, 接受共产党的邪恶制度, 有办法, 一直到现在没有任何成功, 其实我们成功一次就行了, 推翻反对共产党的运动, 限于一种, 可以说屡战屡败的这么一个过程, 也受到郭文贵这些郭腰粉的讽刺, 你二十八年干了啥, 张口就屁, 你二十八年干了啥, 什么都没干, 你能还不乖乖的向郭教主下跪, 他们就这么一个姿态, 来了就是非常傲慢, 而且对于民主人士所尊重的, 尊重的一些理念, 他们一脚踏在地上, 涂一口痰, 把你淹死, 表现出来的红绿兵式的傲慢, 义和团式的邪恶, 这就是郭腰粉, 这些郭腰粉呢, 现在这个数量越来越少, 因为郭文贵这个大骗子这个面目越来越暴露, 而且他的政治避难面临着被拒绝, 拒绝之后他处在一个非法滞留美国的状态, 那么中国下个月吧, 王副主席, 王岐山副主席会到美国来访问, 遣返郭文贵的这个事情, 就会摆到川普总统的桌子上, 就得讨论这个事, 我相信如果王岐山还是一个男人的话, 有李洪宽一半的血腥, 也要把郭文贵弄回去, 现在王书记啊, 王书记欠我一个人情啊, 王书记你这样, 王书记手下的人你要向王书记汇报一下, 我李洪宽已经带王书记, 操了郭文贵的娘, 有一半操是替王书记, 孟书记, 傅振华,孙立军给你们四位老兄操的啊, 不是说我看在你们是共产党高官的身上, 我是看了你们是一个人, 你们是一个男人, 你们有基本的尊严要捍卫, 只是说你们陷于中国的这个邪恶的制度, 在人格上落入了塔西托陷阱, 随便你们争辩, 全国人民都不信, 你说我同情不同情你们呢, 其实我没有任何理由同情你们, 因为你们可以还你转身推翻这个制度, 打碎加在我们中国身上的这个苏联枷锁, 你们到现在没有做这个事, 你们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是有愧疚的, 看在这个方面呢, 我其实不应该为你们操郭文贵的娘, 但是呢, 我还是操了, 我操也主要是为我自己, 你们跟着沾了光吧, 好, 闲话少说, 转到另外一个情里面, 叫古月赵金城, 这个情我刚进去的时候呢, 有一个叫行者大位的一个傻小子, 一直追着我羞辱我挑逗我, 这个要让我说两句呢, 我就说两句吧, 从他开始, 后面还有两三个国药府跟着, 我一块把他们给修理了, 给他们骂了。 今天这个神秘人士的谈话, 暴露了一个细节, 非常重要, 过去没有人谈过, 就是当年刘志华被郭文贵扳倒, 当然借用了国安的黑恶势力, 就是无参加专政的, 英权的这些力量, 偷拍了刘志华的这个录像带, 然后把他扳倒, 然后郭文贵获得了战神的称号, 别人都不敢惹他了, 他背后有无参级专政, 不受监督的权力的这个, 到家呼航, 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, 原来在扳倒刘志华的过程中, 温家宝总理起了很重要的作用, 就是因为温家宝的老婆想在北京拿一块地, 拿一块很大的地, 这个刘志华居然给他扛着不给他办, 所以导致温家宝的打击报复, 这个我得补充一下, 在这个群里啊, 我转了一段神秘人士的谈话, 谈的是林强, 是盘古大官的CEO, 林强是郭文贵的雇员, 郭文贵聘他的时候呢, 答应了一百万的年薪, 给他25%的股份, 这是很大的这个承诺啊, 但这些承诺都没有兑现, 等于是郭文贵把林强给耍了, 郭文贵是通过林强的哥哥林弟认识的马剑, 然后他在北京这算做起来, 搬倒了刘志华, 然后得了这块地, 然后林强呢, 又帮着郭文贵在东南亚, 印度尼西亚, 华侨当中, 搞了很多钱, 融了资啊, 然后呢, 帮着郭文贵还了这个, 这个郑州郁达的那个债务, 然后又不断的融资啊, 然后呢, 才把这个大楼给盖起来, 这里面的故事非常坍坷啊, 这个, 这个神秘人士呢, 不愿意真面目出现, 所以做了变身处理, 听得非常清楚, 我是从这个切露点讲起的, 下面接着听, 另一个细节, 可能有人知道了, 就是这个孙政才, 就是被废掉的这个孙政才啊, 这个, 孙政才在北京的时候, 这个, 拍这个温家宝的老婆的马屁, 那叫拍的一个叔父啊, 所以说孙政才是, 温家宝的得意门生, 接班人, 这个不是空舍来风, 当然现在, 十九大之前吧, 由于光文贵高调表扬孙政才, 所以导致习王痛下杀手, 把这个隔代指定的潜规则, 正像平时留下来的这个隔代指定的传统, 断然废掉了, 那孙政才就, 现在应该是, 应该坐牢去了吧, 胡春华侥幸躲过, 现在还没有抓起来, 但是应该是没有任何政治前途了, 整个郭文贵爆料, 这个牵扯到很多内幕, 现在我们会慢慢的把它暴露出来, 拼接成一个完整的图片, 让大家知道中国政治到底发生了什么, 郭文贵自己讲的好人, 那肯定不是好人, 郭文贵嘴里讲出来的坏人, 未必就是坏人, 所以我们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, 去重新认识郭文贵这场所谓爆料革命, 实际上就是一个屁, 所带出来这些屎墨, 像这个提醒群主注意啊, 像这个行者大卫在这儿啊, 从来没有发过一点言, 有点有意思的思想在这儿, 天天在这儿, 小心我, 攻击我, 是不是找个礼物把它踢走算了, 这个人是个非常恶心人的一个人, 没什么见识, 就是一个郭腰粉, 他的脑袋已经被郭文贵, 蹂躏的这种智商灯折半了, 可能智商剩三分之一了吧, 他基本上不懂事, 这是一个弱智, 这个群里有那么一两个郭腰粉啊, 不奇怪, 但是就是因为他的愚蠢呢, 他不自知, 我上面举这个例子, 这个所谓的这个美国的这个通声教授, 石教授, T的石, 他连个中文名都不敢说啊, 他实际上是告诉我, 他是出身凌门之后啊, 说出来他的家庭吓你们一大跳, 你看他现在在路德的这个节目上, 这个表现如此之差, 我一年前认识他的时候还不至于, 那个时候还是个正常人, 现在智商已经退化到他原来的一半了, 你看他给大家讲的这个, 说中共高层里边支持郭文贵的力量, 什么团派呀, 胡温支持, 支持郭文贵呀, 或者被整肃的那些贪官污吏的人, 支持郭文贵, 支持他屁呀, 国内的这个大老虎也好, 叫苍蝇好, 被打了就完了, 就蔫了, 就瞬间就没有反抗意志了, 所以也没有人敢跟郭文贵联系, 别做梦了, 所以有一句话呀, 信郭妖, 智商折半, 这个大家琢磨一下, 你信了郭文贵, 你的智商就折半了, 只有一半的智力了, 为什么呢, 因为郭文贵讲的全是假的, 全是胡说八道, 你比如说他最近天天攻击那个马来县那个商人叫刘特佐, 我才搞明白, 原来刘特佐呀, 吃他盘古大关的那个CEO林强, 当伙同做了一个局, 骗了郭文贵一点小钱, 也就是几千万吧, 就说跟郭文贵说, 你先给我一个投款, 我帮你再融资, 融几十个亿回来, 结果人家拿了郭文贵这个钱, 他就跑了, 不给他办事了, 这个跟吴征的情况差不多, 吴征说, 哎呀, 说老郭, 博讯网我有熟人, 听说邓丽你一篇文章, 对你不利, 我给你删掉, 你给我点删几费, 我给你删掉, 一样的道理, 信郭腰智商折伴啊, 共产党教育中国人很多年, 把党啊, 想成他的妈, 党啊妈妈妈妈, 所以这个在郭腰粉当中呢, 也有一个现象, 就是有人操了郭文贵的娘啊, 这些郭腰粉认为, 不是操了郭文贵的娘, 而且操了他自己的娘, 这个就问题来了, 你知道吧, 这个问题就大了, 其实这些郭腰粉啊, 和郭文贵啊, 他们的娘都不挨着, 不是一个娘, 但是呢, 受共产党教育这么多年呢, 总就是党啊, 就是他妈妈, 这就是受影响了, 脑子窜了, 就是基本的人情世故不懂了, 别人受到郭文贵的辱骂, 骂回去, 操郭文贵的娘, 那没什么好说的呀, 那应该的嘛, 郭文贵从小看他娘骂了, 被操多少次, 大家能数得过来呢, 那么和郭腰粉没有什么关系, 你这郭腰粉, 把郭文贵被操娘, 当成你自己的娘被操, 这个就万套了, 这个就没有任何道理可讲了, 对不对啊, 我觉得郭文贵作为一个流氓啊, 操郭文贵的娘那是, 就是应该的, 因为他做了多少伤天害女的事啊, 比较奇怪的是, 是一些郭腰粉, 他们听到郭文贵的娘被操了之后呢, 感觉比他自己的娘被操了还心疼, 这个就有点奇怪了, 往前推十年, 艾未未带领大家, 草泥马大战和蟹的时候, 那个时候主要操的是胡尼涛的娘, 操胡尼涛温家宝的娘, 为什么呢, 因为胡锦涛温家宝开始网络维稳, 三号, 他们不跟你讲道理, 他跟你耍流氓, 那小年轻的那讲不过胡尼涛怎么办, 只好草泥马大战和蟹马, 就是这样的, 那么你不能说听到这个艾未带领, 草泥马大军碾压胡尼涛的时候, 你也觉得心疼吧, 跟流氓你讲什么道理啊, 你能讲得通吗? 这个, 洪欢啊, 我在这个观点上不太同意你, 就是关于这种骂, 包括艾未未, 也包括你骂这个郭文贵, 也包括骂这个郭药粉, 没什么必要, 其实啊, 这个鲁马和恐吓绝不是战斗, 是吧, 你要真想让别人信服你, 真正说出治理有声的话来, 不是靠骂人, 我说一说, 我认为郭文贵骂那些海外民灭, 根本都没有什么力量, 因为呢, 你只要通过拿出事实来, 那才是真正的力量, 而不是说, 你是伪类, 你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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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什么什么被中共特务, 你是蓝金黄, 这就是扯淡, 这种污蔑, 或者是一种口号式的东西, 包括骂人, 也没有力量, 真正有力量的, 还是要说理, 还是要讲逻辑, 摆事实, 讲道理, 顿何欣啊, 关于这个骂人的影响啊, 他在你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当中, 是没什么影响, 你不会对他骂什么东西当回事, 就是一种情绪表达嘛, 比如说我操郭文贵的娘, 并不是说我真去操, 只是一个情绪表达, 我很愤怒, 我觉得郭文贵是他妈一个臭流氓, 是一个无辜王八蛋, 没法讲通, 这是一个超大型的一个感叹号, 如此而已, 对吧, 我相信有点文化人都能同意这个鉴定, 但是你别忘了, 对吧兄, 有很多像大卫这样的, 这样的这个智力很差的人, 他们是社会底层的人, 他就听着你操郭文贵的娘, 他觉得天要塌了, 实际上郭文贵本人听到李文贵操他娘的时候, 他也觉得天都要塌了, 那比夏耶良跟他滔滔不绝的讲十个小时的课, 力量都大, 所以说操郭文贵的娘有的时候是很管用的, 顿和兄啊, 有的时候啊, 讲话呀, 不能脱离这个你的听众的课题, 就是他的客观实际情况, 今天有人说, 哎呀这个君子绝交怎么不出恶声, 是, 两个君子绝交之后忽想不骂, 但是你觉得用君子来描述郭文贵合适吗, 对吧, 郭文贵这些郭腰粉他是君子吗, 你看看郭文贵和郭宝胜现在这个绝交这个过程, 他是君子的绝交吗,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, 这个用词啊, 他脱离了这个听众的这个客体的真实情况之后, 他就没有道理的, 所以说这个骂人有没有作用, 当然有作用, 对不同教育程度的人, 对不同修养程度的人, 那个作用不一样, 其实郭文贵从一开始, 他是每天都在骂人, 几乎张口就骂人, 只不过他流氓了一辈子, 他要学着文字中的骂人, 什么伪类啊, 痴疮啊什么, 有人说骂人不带脏字才是好, 这个是扯淡啊, 骂人都不对, 这个骂人有用粗话骂的, 有用这个文雅的词骂的, 都不对, 骂人都是不讲道理, 正确的讨论应该是摆事实讲道理, 认读不输, 被人家这个驳倒了之后呢, 要跟人家鞠躬向人表示感谢, 从人家学了一点知识, 这是正确的这个辩论之道, 但是自从来了这帮流氓之后, 郭文贵带了这一帮郭腰粉, 哪有这个气氛啊, 他不是一种君子之间的对话, 他就是一种侮辱, 就是一种脏话, 羞辱人, 这是郭文贵干了一辈子最擅长的事, 他现在呢, 因为有钱, 他要装上流, 他要装伪君子, 他要学着骂人不带脏字, 你还欣赏他, 你真是脑残了, 骂人永远是不对的, 骂人是一种情绪, 是突破了理智, 这不对, 有人说了一句金句啊, 说操郭文贵的娘啊, 属于乱世用重点啊, 是一剂猛药, 有的时候, 定路高框之后, 必须得用猛药, 这个有很多郭腰粉啊, 老师觉得郭文贵受的侮辱, 就相当于他受的侮辱, 这个实际上是自作多情了, 郭文贵这个情况啊, 被骂娘, 被断贺, 被放贺, 被羞辱, 这也是罪有应得, 因为他那个时候啊, 已经自己当成上帝了, 当成神了, 出国的时候, 有马剑张月, 这两个吴森林专政英犬坐猴顿, 国内就没人敢招惹他, 到了外国呢, 也是这些软蛋, 这些都拍他的马屁, 到这儿想弄他点蹭吃蹭喝这些人, 也把他给麻痹了, 他觉得你们海外民运里面, 全他们这种人, 不可一世, 直接骂六四, 谁他妈六四, 谁提牛子谁犯罪, 这样的混蛋王八蛋, 你跟他讲道理, 你觉得你能讲通吗, 所以在这个时候, 操官贵他娘是有特别含义的, 官贵在那个时候不是普通人, 和小蚂蚁们不一样, 讨论进行到这儿呢, 有一个群友啊, 他的名字叫英雄的黎明, 他就还爱他了我, 问, 上来就问, 你拿了组织多少钱, 那天你去大使馆干什么, 这样的无理头的问题, 那么怎么回答的呢, 我是爱他了他, 这么回答的, 我没有和你娘约会开房啊, 下面是群主的发言, 英雄黎明啊, 你别再这么说话啊, 你有证据拿出证据来, 你没有证据, 不要在那儿瞎说, 人家李洪宽拿了共产党的钱, 你再这么说话, 我可不行啊, 我跟你讲, 警告你啊, 这个说话, 你又不是小孩了, 你可以谁见, 就是污蔑别人啊, 你要有证据, 确实有什么什么证据, 李洪宽拿了共产党的大使馆的钱, 多少多少钱, 说出来, 是吧, 你这他们没有证据, 都在瞎说, 你这不行啊, 你注意点啊, 你也成为成员人了, 这个造谣的人啊, 都是无中僧有, 郭文贵这个, 把这个技术都给普及了, 尤其是郭宝胜啊, 还有现在的路德啊, 上来就是这一套, 记得大概两三个月之前, 郭宝胜还挺郭的时候, 跟陈军两个人对伪, 上一个频道, 陈军上了就问他, 郭宝胜先生, 你为什么要强奸你隔壁的女孩, 你为什么要拿郭文贵的钱, 因为那个时候郭宝胜还, 没有公开承认拿郭文贵的钱, 事实上他拿了啊, 这一向那个郭宝胜就傻了嘛, 这个英雄的黎明这个, 这个家伙说我, 为什么要去到大使馆, 我到你妈大使馆去干什么, 我从来没去过, 这就像你指责我跟你妈约会一样, 我跟你妈约会吗, 我跟你妈开过房吗, 没有啊, 对不对, 这无中僧有嘛, 郭文贵带起了一股歪风, 这些郭腰粉都会这一招, 到现在, 九号啊, 在这个联谊会议上, 当着二三十人的面, 呃, 说赵妍, 你说我欠你搞费, 咱拍个视频, 做个证, 咱这个存证, 他反复把这事说清楚, 他脸一下下白了, 哎, 吓得他妈嘴都说出话来了, 啊, 最后呢, 大家说劝了, 算了算了, 说别拍了, 别拍了, 这事不要提了, 但是, 他过后仍然提, 这个, 赵妍就是这么一个, 无中僧有的碰瓷的人, 上来就说李宏宽签了五几块钱, 而且到处传播, 啊, 这是第一步, 第二步, 他就一转身, 他就可以说李宏宽登了他的文章, 哎, 然后导致他在国内被捕, 李宏宽政治上不可靠, 啊, 这个是非常阴险的, 这些事都不存在, 啊, 我第一根本就不欠他的稿费, 第二, 也没有登他的文章, 到现在赵妍拿不出一丝一毫, 一个鸡毛的证据都没有, 证明他在李宏宽这个编辑的大三考上, 发表过他的文章, 没有的事, 但是呢, 你生活当中碰上这样的烂人, 上来就说你李宏宽去大使馆干什么, 我操你妈的, 我去你妈大使馆, 我从来没去过大使馆, 啊, 你李宏宽拿工资当钱干什么呀, 啊, 他是胡说八道, 啊, 造谣商人就属于郭文贵给大家普及的, 就是无中生有, 啊, 叫叫这个血口喷人, 让你辩识吧, 类似你, 造谣容易, 辟谣难嘛, 郭文贵爆谣的最大特色, 就是通过直播, 让谣言先行, 取得一个优势, 这个优势就是造谣容易, 辟谣的成本很高, 辟谣的效率很低, 辟谣的效果很差, 郭文贵这个狗日子爆料, 其实本质就是通过造谣, 讹诈中央领导人, 啊, 就是这么回事, 但是这个风气非常快, 宝胜啊, 赵炎啊, 现在的路德啊, 这些狗日子里面, 比着赛的造谣, 现在是, 啊, 他毒害了这些小蚂蚁, 和这些郭腰粉, 这郭腰粉, 所以说, 你根据遥远假话, 做出来的结论, 得到的判断, 肯定是错的嘛, 你老做错误的判断, 你智商就低了嘛, 你智商也坏了, 所以说有些老朋友, 本来挺好, 勾勾一爆料, 都那个友谊的笑谈, 说翻就翻, 这个造谣的人啊, 都是无中僧有, 郭文贵这个, 把这个技术都给普及吧, 尤其是郭宝胜啊, 还有现在的路德啊, 上来就是这一套, 记得大概两, 对和兄啊, 你又把情况搞错, 都是我到你的群了, 我都没发言, 这个大卫这样的傻屁, 就主动挑衅, 你作为群主呢, 应该呵斥他, 你没呵斥呢, 他就这个, 他就是此鼻子上脸了, 就挑逗我, 挑拨我, 你说我不当着他面, 这个给他怼回去, 我对得起他吗, 他爹妈把他养这么大, 也是一百多斤肉了, 也是个东西, 我不能眼里有这个东西, 我装得看不见的, 对不对啊, 所以我怼回去也是正常的, 所以, 郭文贵骂我, 都是到他楼下去骂, 我自己出视频骂, 我当然是, 主要是骂郭文贵, 像你捶你这些喽喽啊, 这些小蚂蚁的, 我也就骂着玩玩, 就像我撒尿, 我总归过两个小时撒泡尿嘛, 就把他们排出去了, 心里舒服一点, 行不行,